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下 六月份的消费信心调查 到底有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呢 我们请教中央大学 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吴大任老师 吴老师您好 华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吴老师 六月份的CCI好像有明显的受到影响 对吧 对 确实 我们这个月就是六月份调查的这个结果 跟上个月相比是下降了4.4点 是 那跌了很多 对是 它是显著的下降 那现在的指数呢 它是来到70.48 它是创了去年8月以来的新低 就是11个月以来的新低 OK 11个月以来的新低 好那预估 您预估7月份还会再继续下降吗 其实现在看起来我们的疫情还是有慢慢缓和下来 对 虽然刚才阮大哥提到 这个环南市场看起来是 有点严重啊 不过这个相较于那个前几个礼拜 现在应该还算是缓和的很多嘛 确诊人数都已经降到100以下 对 所以再加上那个疫苗的覆盖率 如果能够在7月提升的话 那我想到7月底我们做调查的时候 结果搞不好是有改善的空间 OK 所以这个普遍是疫苗还蛮重要 但现在目前就怕Delta病毒嘛 对不对 因为我看到这个全世界都蛮如临大敌 针对这个Delta病毒 因为今天刚刚讲 韩国新增的确诊数已经来到800多人 这个比昨天的700多人再升高 可见这个Delta病毒确实感染力非同小可 好那吴老师六项指标的分项情况是如何呢 它的状况是这样 就是我们这一次六个分项指标 只有一项是上升 对 就是股票投资时机是上升了2.5点 来到48.5 当然它还是在50以下 所以它还是至少是呈现中度悲观的状况 那只是跟上个月比是有回升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股票市场它的表现还算是不错 那上个月的调查是中错了10点 那上个月就是疫情刚开始 所以大家的反应都是觉得股票市场 应该是会下错了 但是经过了这个一个月以来 我们看到了它不太没有跌 几乎天天都是在上涨 所以股票的信心是有稍微回来一些 好股票上涨 股票上涨2.5点涨的也蛮多的 不过还是不到50 对没错 显示民众还是信心上有在加强 那其他的五项呢 其他的五项都是下跌 那跌幅最重的是耐久性材货购购买时机 那6月份是下跌的16.45点 它是从110.7 跌到94.5 所以它是从乐观跌到悲观的状态 这个就是比较在房产的部分是吗 我想我们这一次 我们的解读可能就会不大一样 因为我想阮大哥了解 我们从去年4月份开始 我们就把房地产的部分独立出来 它是成为另外一个新的指标 所以如果我们看房地产的信心指标 它是从上个月的115.55 跌到113.05 它只有小跌2.5点 而且它还是在100以上 所以房市的部分它是呈现乐观的 那耐久才主要是讲汽车这些吗 对没错 所以我想就是汽车大型家电等等 这部分应该是主要的反应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 5月6月汽车的销售已经 有蛮显著的下滑 那我想这个部分 其实还是可以配合另外一个指标 就是家庭经济的部分 家庭经济这次跌4.55点 是跌幅第二重的 那它是从91.75 跌到87.2 那家庭经济的情况显示 就是一般的家庭可能在收入面 有一些影响 特别是这次的疫情 因为三级警戒 所以很多商店都不能有客人进来 所以我想还是影响到很多人的生计 所以当家庭经济平均来讲 它如果是往下走的话 那要换车或者换家电的这种想法 可能就会延宕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反映这次的疫情 它的主要影响还是在家庭经济的部分 所以连带的就是很多其他的耐久性柴货 它的购买可能也会以后再考虑 手头比较紧 再加上无形架的通报 已经超过一万三千人了 所以说刚刚老师所讲的 就是说整个目前的内需消费 做这个快生意的人 其实真的都挺辛苦的 所以综合来看的话 整个消费信心确实是有明显的下修的状况 对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另外一个指标 就是那个台湾的PMI跟NMI 一个是对制造业 一个是对服务业 那制造业最新的数据 就是刚发布没多久 就是那个6月份的PMI是在64 所以表示我们那个制造业 还是处在扩张的状态 但是服务业呢 它是从上个月 5月它就已经50以下了 49.2 那这个月呢就继续下跌 跌到46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服务业的部分呢 其实现在已经呈现萎缩 就是连续两个月都是在50以下 那所以说台湾呢 就是产业的发展 似乎有两种不同的发展的方向 好 确实这个就是中经院所公布出来的 今天公布出来最新的数据 非制造业的经营人指数 MMI跌到46 同时呢 制造业采购经营指数呢 跌两个百分点到64 虽然说跌两个百分点64还是挺高的啦 就是制造业的状况还是OK的 但是呢 非制造业的部分呢 像是调查中的八大产业 住宿餐饮零售啊 这些五大产业都呈现紧缩 批发运输仓储业跟资讯进通讯传播业 这三大产业仍然呈现扩张 这个通讯传播业就我们 我们所处的行业还扩张啊 这个电视台生意比较好吗 还是怎么样 好 那不管怎么讲呢 就是说在MMI的部分 真的确实是很明显的影响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吴老师你觉得应该要做微解封吗 还是说现在要 要怎么样面对这样的 这个内需消费 整个是激动的情况呢 我个人还是觉得 这个也不能让大家一直 饿肚子下去嘛 所以呢微解封应该还是有 有可以考虑的地方啦 那特别就是我们南北的疫情 其实还是有蛮大差距的嘛 那或许那个 就是 指挥中心呢 他也可以思考就是 是不是要分地区 做不同的处理 那当然那个我想 现在其实大家都还是担心 会被感染啊 所以一般人也不大会出门 但是 但是让商家有一些 这个可以 可以做生意的机会 那个多多少少好 对他们的生计还是有点帮忙 那所以说如果那个 就是我们这个警戒的期间 真的维持太久的话 确实是会对我们的内需消费 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不过指挥中心可能也会担心一件事情嘛 因为台湾就这么小一个地方嘛 如果说你今天南部为解封的话 台北人全部冲到南部去 我看南部人也会刹吧 是这样吗 不过我觉得 其实 以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状况 那个北部的人 想到南部去躲疫情 其实南部的人他还 他不见得会接受 之前也有看到 就是很多人想躲到花莲台东去 但是他们要订民宿 其实民宿的老板都没有接受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有一些部分 就是个人或者是个别的 这些商家 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判断力 对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很夸张 说不晓得是彰化还是南头 有一个民宿 他就是开放了 结果一票台北人去包了民宿 包了民宿 晚上十一二点 其中一个男的帮他女朋友庆生 就是放烟火 放了二十万的烟火 结果当地人 当地人很火 那个村长里长很火 因为他们那个地方乡下 就在稻田旁边放 说放了二十万的烟火 整夜那个烟火放了十几二十分钟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 就刚刚吴老师所讲的一个状况 南部人可能就说 北部人你不要来闹好不好 如果说你现在南部的 个别解封的话 这状况就会出来 至于说7月12号餐饮拼内用申辩 我刚刚有跟各位报告 这个最新的新闻 就是陈时中 看起来是说现在时机不对 他这句话就感觉起来似乎就 让他觉得说 可能就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个可能 这个所谓的餐饮指引 现在要解封 又要等一等 又要缓一缓 我想这个 今天内需餐饮业者看到这个消息 心情大概又低落了 原本就预期说 可能可以稍微解封一下 什么梅花座 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现在 环南市场疫情一上来 这个状况又变复杂了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我们刚刚台湾 台湾的情况 我们等会儿来请教老师 国际经济的情况 最新美股的周四 在大家近代非农业就业数据 今天晚上的公布 以及OPEC Plus 把量产决议的会议 推迟到周五之后举行 所以油价上涨 标准普通500指数 连续六个交易日创新高 另外值得注意说 OECD等在内的13个国家 都同意国际企业税 这样的协议 就是最低15%的 国际企业税的协议 但是有几个国家反对 爱尔兰 匈牙利 跟韩国是持反对意见 国际货币基金会 上调美国今年的GDP到7% 道琼工业指数收盘 是上涨131点 涨幅0.38% 来到34633点 历史的最高位置 今年的最高位置 35000多点 已经只差一步了 标普连六涨 连续六个交易日创新高 历史新高 涨幅是0.5% 纳指涨0.13% 废半涨了1.5% 其中建压股涨最多的是脸书 脸书大涨2% 可是台积电的ADR 则是跌了1.4% 此外美光重跌了5.7% 这个辉达继续涨1% 辉达最近股价表现得非常好 在经济数据的部分 美国六月份的制造业 采购经营指数Market 是62.1% 这比预期稍微差一点 预期是62.6% ISM的制造业采购经营指数 但是其实都还算是蛮强的 这就是PMI在60% 其实都是蛮强的扩张的状态 服务业其实也都在60%以上 所以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 就是随着他们的疫情 已经控制的比较好 所以很多地方在解封 那根据很多人的 看法还有预测 现在可以看出可能在第三季 第四季 在美国会有一段 所谓的包覆性的消费 那这波其实是大家蛮期待的 另外就是 因为美国的联总会 他也宣示 他在短期内也不会调整 他的货币政策 所以购债的规模并没有下降 所以资金充沛的这样的现象 应该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 最起码在今年 应该不至于调整 所以货币政策 现在看起来比较有可能 开始紧缩 有可能是在明年以后 所以在今年这样的情况 再加上美国的 这些基础建设的规模 这么庞大 所以我想 不管是供给面需求面 其实都是在推动物价 继续在往上走 至于说经济复苏这部分 应该是没有问题 而且他的失业率 其实他主要的政策目标 就是失业率的部分 在5月份已经降到5.8% 从已经降到6%以下 所以我想美国的经济复苏看起来 应该是蛮有机会的 所以其实不只是世界银行 就是美国联准会对他们GDP的预测 也是蛮高的 应该也在7%左右 刚刚吴老师谈到美国的基建 最新的消息是 民主党掌控了美国众议院 周四已经批准了规模是 7150亿美元的地面交通 跟水利基础的设施法案 民主党认为说 这项法案通过是 大规模基建法案的起步 美国国会希望9月完成 拜登的大基建计划 您觉得拜登的大基建计划 都会对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大规模的基建 它一定会造成 跟原物料相关的大宗商品 继续上涨 所以我觉得它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它将来通膨的风险 一定会更高 这个蛮有可能会 促使联准会在明年初 就开始调整它的货币政策 就它货币政策调整的时间 一定会提早 但另外一个影响 就是美国的预算赤字 会越来越高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 周四估计美国2021年 财年的预算赤字 会达到3兆美金 较前次再增加了33% 接近2020年的历史高点 美国政府都不担心 国债的问题 预算赤字的问题吗 我老师您怎么看 再多人不愁吗 我的看法是这样 全世界只有美国 它有能力可以比较不担心 债务的问题 因为当然债务的问题 就是政府借太多钱 然后在资金市场上 就是抽走太多 留下来的钱 让民间使用的数量不够 会造成利率上涨 但是现在不是这个情况 因为联组会会配合 美国的财政政策 它还是会不断的购债 然后其他的国家 基本上也都接受美元 所以除了美国联组会之外 其他国家的央行 或者是 就是比较大的 这些投资机构 他们也会承受 美国的这些公债 另外就是 基本上就是 因为全世界 美元还是通用的货币 只要它放出来 基本上在全世界 不管哪个国家 大家都会接受 所以它的负债 就只要有联组会的配合 那基本上 因为大家都会接受 所以对它的实质的影响 就会比较有限 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就像我们台湾 如果我们政府借太多钱 那特别是这些钱 如果是外债 如果是外债的话 那你要用美金去偿还 但是我们不能印美金 那印新台币人家不接受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 很高的外汇存底 那我们可能就会 会有财政的危机 但是唯独美国 它印了美金 大家也会接受 所以相对的 它实质的影响 就不会这么大 所以做美国人真好就对了 是 好 就我的解读是这样子 全世界就是只有美国 得天独厚 有这种条件 是吗 另外国际货币基金会说 联准会 国际货币基金会的预测 他说联准会最快2022年底就要升息 那这个说法 呼应刚刚吴老师说了 上半年先缩减购债 您觉得2022年底升息的几率有多高呢 其实我觉得其实蛮大的 最主要是因为 现在我们看到的通货膨胀 它其实是从去年的第三季开始 就大宗原物料开始上涨 那它产生了第一波的所谓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然后接下来美国在今年陆续解封之后呢 因为消费成长 那国际贸易量也会增加 那它会带来另外一波需求拉动 所以这两个力量 一推上去 那个物价就很难不继续上涨 那接下来那个美国的基建 如果在下半年特别是在第三季第四季开始做 那它对原物料的需求也是很大 那其实现在不止美国 全世界很多国家 包括中国 他们也在考虑 就是也是要做大规模的这些建设 那这个势必会把那个原物料的价格炒翻天 那所以说呢 就是在下一波 继续有这样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再出来 那我想这个就是这些力量加重起来 那对物价上涨的这个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好 还有另外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他们的联组会就势必要去调整货币政策 来抑制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 好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除了您刚刚讲到这些推动物价上涨的原因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次的通膨也有非典型的因素 就是供应链的整个大乱 这个您赞成吗 其实我是觉得 现在全球供应链最重要的部分还是 可能还是中国 还是以中国为主 那中国在去年 它的疫情就有控制下来 那现在其实是比较大的问题 是因为疫情 它产生了一些影响 所以使得我们的一些运输出了状况 所以不见得纯粹是供应链这部分的问题 那当然因为那个短期 对很多3C产品的需求也很大 对汽车的需求很大 所以造成有一些晶片 它有锻链的这个情况 但是呢 我觉得其实这里面还是有很多部分 是跟运输有很大的关系 那所以说呢可能在 接下来的半年到一年 这个情况就很难去疏解 因为全球的运量还是有限 那有很多地方 因为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说 它的这个港口的运作 也会有些问题 但是随着这个全球的疫情 慢慢缓解下来 然后呢 因为运输的这个获利 运输业的获利好像也不错 那大家其实还是会添购 一些船只设备等等 但是呢 它不会马上就会发生 可能要一段时间 那慢慢的就这些问题 应该在一两年之内 还是有机会慢慢得到疏解 那我们全球的供应链 就会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现在目前看起来南韩 因为有通膨的明显的问题 有市场预测说第三季 南韩可能就要开出 升息的第一枪 不晓得您同意这样说法吗 就是说韩国会是亚洲国家里面 第一个升息的吗 率先升息的吗 吴老师 对不起 韩国会是 韩国会不会是亚洲国家里面 率先第一个升息的呢 其实是蛮有可能的 其实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 都有一些通货膨胀的压力 韩国它因为供应链的完整 其实它的企业获利也是蛮大的 但是我觉得 他们还是会受到通货膨胀 产生的这些风险影响 所以其实还是蛮有可能的 是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吧 因为韩国会不会是第三季升息 不过韩国升息的话 会让央行也有压力吗 对台湾来讲 韩国是我们主要的 进口国 竞争对手 所以韩国升息 其实是对台湾出口是有利的 OK 我们是乐观资程 非常谢谢温拉仁老师 谢谢